跟教學有關係 那今天呢 要教大家就是在職場上 其實不管你要做各行各業 或者任何職務 提出你的idea 這個想法非常重要 但是你的想法要落實成 每個人都能夠了解 收到的資訊 你就需要一份完整 但是不要太複雜的企劃書 那企劃書你可以做得很複雜 大的案子當然是 具細迷移要列點列條分清楚 但是基本上你要把自己的概念 或者說部門之間 溝通的一個情況 來形成 形塑一個大家共同的一些 規劃跟標準 那這份企劃書相對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今天節目裡面 我們特別邀請 好的老師教你怎麼樣寫出一份 非常完美的企劃書 而且絕對保證不會被老闆推薦 哇 這個難度真的很高 所以為了您介紹今天我們的老師 是創新未來學校 Innovator School的顧問 楊清貴顧問楊老師 老師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 那跟大家介紹楊清貴老師 其實現在在這個 光是在我們創新未來學校這邊 大概就是所有時間要投入在裡面 因為一邊要教學員 另外一端還要輔導企業 當企業的顧問 是 是 所以企業其實也有很多的議題要探討 是 好 那在這邊我們想說先請教老師 就是我們寫 剛剛講過 要希望不被老闆 不被廠商來推薦 那這對於很多入門者來講 它是有難度的 就算對老闆來講有時候也不太容易 那有沒有哪些部分是可以做到這一點 對 我想主要是因為 為什麼我們常講說七一般 為什麼你在做企劃的時候呢 會被廠商推薦或所謂被老闆打槍這件事情 那主要讓我們看一下 我發覺主要是來自於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主要是背禮了公司的發展的策略 換句話說你完全不知道公司它整個 可能接下來五年 十年 或者所謂的主管告訴你說 我們公司的大方向往那裡發展 當然你寫出來的企劃就不不對題 我發覺說在自己的小學生裡面的思考 對 在公司發展方向 也許他認定的是第一次老闆跟他講的方向 但是可能早上講下午就有新的變數了 對 有可能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某個程度很多絕大 都是我們的實務上的經驗在於說 主管自己可能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那甚至有些公司可能某個程度 它比較屬於比較短線的操作 我不太喜歡所謂的 我們講了 他們認為願景這兩個字太學術了 也不太願意講 所以可能很多員工不太知道說 到底我們公司現在五年十年後發展的方向是怎麼樣 所以他自己去猜 自己去懵 所以他很多人就懵錯了 對 這種情況常常發生在新進員工 跟一個比較制度化的一個公司 因為老闆其實他想法 有時候他覺得跟大家同仁 老同事 不用講太多 講一句話下面就會動了 知道什麼意思 但是新進員工人往往會弄不清楚 又沒有問 不好意思問 到時候做出來說 這是什麼 怎麼差這麼多 對不對 所以有一些比較大的企業 比較有規模有組織企業來講的話 都會給員工做一些新進的教育訓練 我們叫做rentation 對不對 但是主要是來自中小企業來講 可能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但是某個程度還是需要說 因為編制比較少 主管老闆可以好好跟他講清楚 那這樣子的話 對一個員工做提企劃的時候 比較容易寫對題 我們不會問不對題 可是換個角度對企業是一樣的 你要去了解你的客戶 你要提案 你要知道你的客戶的發展方向往哪裡走 比如說發展這最後是品牌發展的方向 但是你的提案是 好像往那個代工的角度去提 那根本就是我不對題 或是說他希望能夠是往 可能他是做B2B的 都是商業對商業的所謂的交易的條件 條件的情境往那邊走 而且提的是做B2C的 做零售來講 那當然不會對題 是 所以方向非常重要 不管是對公司來說 或者說對自己的客戶來講 你要知道說他願景目標 還有現階段的做法 所以中間如果說是一位新人 或是說新階的case的話 那必須要保持非常暢通的溝通管道 隨時會提一下 我現在做到哪個地步 是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我可以繼續做下去 不然改變方向 免得大家都彼此浪費時間 誤會一場 所以這第一點很重要 還有第二點 第二點的話 主要是本身 就是企劃者本身的問題 我們剛剛講第一點主要是 可能是公司 可能是主管的問題 當然回到原點剛剛提到 就是說自己對公司本身 對企業 你的客戶本身沒有很清楚了解 大致到他發展的方向 但是第二點我們談到就是說 企劃者本身 你的邏輯思考 基本上我們就要做 停留在 比較屬於見數不見你 你看的範疇非常非常非常小 那換句話說 我們常常講的 那就是一直考慮到 可能非常非常細的事情 這是我發覺台灣自然 比較特別的現象 或許我們本來的邏輯思考 都在於說 我們能夠馬上一個Q丟出來之後 你馬上就很快答出來A 所以我們就Q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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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速實的 太快速了 就很快很快速 所以你快的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你就比較缺乏 比較大的面向 所謂的通盤的思考 那這件事情 我們常會被老闆打槍 那一句術語叫做沒有策略思考 你這個沒有策略思考 你這個沒有策略的邏輯 你沒有策略的眼光 所以這件事情 指的是說 你想的事情也太細了 是就是說你常會被人為抓小放大 就我們做這件事情 你一直要把這件事情的目的 目標在哪裡要放在心裡面 而且要隨時去思考表達出來 那至於說這方向確定沒有問題 我們再看怎麼樣往下做 所以策略思考是 我們定了目標之後 你要制定策略 策略制定好後 你有執行方案 執行方案之後 你要再檢核 是不是這個方案 可以達到目標 對不對 那往往就是說 經驗也許比較屬於在基層 在操作的朋友 在執行單位方面 那所要去制定這個 整個方向的時候 就缺了策略 因為模糊了目標 所以只有想說 我在做怎麼樣比較好 可是明明往北走 你往西南 那就完全錯了 所以我這邊也特別在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缺乏策略思考 或者缺乏所謂的通盤的策略思考 就如同剛剛李總講提到的就是說 你可能對目前的所謂的 目前的所謂商業環境 或說你的客戶 他接下來想要經營他的角度 或是他目前的 客戶經營的現況來講的話 那到底有什麼樣的機會點 你有沒有看到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沒有看到來講的話 你提的這件事情 對他而言來講 你可能沒有完全很通徹的 或是說場景性 你覺得沒問題 你可能變成說我們常常講的 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那道我來講還是 治標不治本 所以說呢 你如果沒有缺乏 缺乏這個所謂的通盤的策略思考 那個結果呢 那就是兩件事情 我們上面講叫建樹不建立 那就治標不治本 或是說呢 短視盡力 當然這件事情 也不能完全怪罪說 這企劃人 我們講 坦白說我們都知道 企劃人在 公司的扮演的角色來講的話 你只是其中一個所謂的 螺絲釘或所謂的功能性 那還是要 按照整體的企業的角度來看的時候呢 施於某個程度呢 也要給他某個程度的 所謂的資源跟協助 是是是 所以我講說是兩方面 但是我們今天主題 就要探討是企劃者本身 然後我們去探 所以後來原理就說 我們企劃者本身 我們自己也是過了 在職場上的工作者來講的話呢 你只要很清楚 我怎麼樣去避免這兩件事情 我做企劃 我不要 建樹不建營 然後只看重眼睛 沒有看過未來的發展性 或者說呢 我只能剪輯遠前的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 將來比較長期的問題 因為畢竟我自己本身是業務出生 後來我是行銷 後來再變成所謂的經營管理 我們發覺說 其實呢 真正跟你走了很久很久的 客戶來講的話 他喜歡你 他喜歡跟你做交 或喜歡所謂跟你做生意 做事業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給他一條 所謂的康裝大道 然後他說 對你跟我合作來講 沒有錯 我今天跟你一單 那我短期跟你合作 可是因為上個月發覺說 好像跟你是有希望的 好像坦白說 我們常常跟老闆跟對 就會吃香喝辣一樣 所以說客戶覺得說 跟你好像也不錯嘛 好 對 所以你會告訴他說 欸 這樣做來講的話 你長遠可能三年五年 可以變成很好的partner的合作 那大家互相呢 互得其力嘛 互相去成長去發展 所以說你這個提案 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你的企劃的功能 很重要在這裡 對 所以剛才楊清貴老師 講的是企劃分成兩大層面 一個層面是企劃性的思維 你的想法 然後怎麼樣企劃出來 另外一個部分叫做 執行企劃的人 常常我們的這個職稱 我們的職能上面 職務別會有關於企劃 行銷企劃 某某企劃 那他可能代表就是說 他是有什麼案子過來 老闆交代 我們部門開會 好 從我手上 制定出一份企劃書 那這通常我們是做手腳的工作 但最重要的企劃就是 我們要來做頭腦的工作 對不對 那今天老闆如果有時間來講 他想到自己就把他做出來一個企劃案 那是最好 可是老闆他想太多東西 所以就交辦下來 那如果我們現在正在做一個執行的 像這樣工作的時候 就必須要怎麼樣呢 就是一直去了解 思考那個人 他到底要企劃的方向在哪裡 或者說我們剛提到這個案子 這個例子就是說公司 為什麼喜歡跟企劃公司合作 因為你不斷給他大方向 你只顧本業 我告訴你所有周邊產業怎麼樣 或除你以外 這個本業當中其他產業 他們在做什麼 那這時候 這家公司就願意跟你企劃單位 或企劃人才來合作 那這時候你不是只有 光企劃而具有企劃的思維 所以我們才說做企劃 事實上不是在寫企劃書 宋昌昌說企劃各位 是做出來的 不是寫出來的 所以我們大家做企劃 應該做一個 怎麼講一個刻板印象 一個迷失 他認為說 那我做企劃 我提企劃是我做企劃工作這個話呢 那我的終極目標 不就是寫份企劃書嗎 那當然不是 那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對那只是最後一個所謂的成果 畢竟我們要去做報告 我們要做提案的話 一定要所謂的企劃書 或所謂的企劃提案 企劃的簡報 可是重點來 你怎麼去寫這件事情 你怎麼去寫這件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所謂一個 一個文書 我們叫做Documentation 一定要一個文件 告訴他說 好那這是我的提案 這是我的簡報 可是你怎麼去寫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講的 重點在於說 要提醒各位在於說 你的企劃是要做出來的 當然做事情一定要會想嘛 是 你怎麼去想怎麼去做 然後再把它寫出來 對啊 我們現在前面揭示這個企劃的重要 接著我們馬上要進入 這個實戰的現場 來看好的企劃書 到底要怎麼樣來做出來 香港龍 uchen 對 obviously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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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